27头牛一夜暴毙,在一片山间空地上,堂倒着为数众多的黄牛,目测这些牛均已成年,大多数腹胀如骨,也有个别牛还睁着眼睛,但也仅是奄奄一息,出世的牛共有27头,这些牛是3月31日夜倒地身亡的,该事件让牛主人深感同心的同时,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担忧。 事发后,当地多部门已赴现场进行调查,并在几天后对牛尸进行了集中无害化处理,视频发布者称,希望当地职能部门和公安机关重视此事,今早查清真相,帮助养殖户减少损失,养牛人发生损失达30余万,事发前未发现其他异常。 4月9日上午,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辗转联系到了养牛人余女士,余女士介绍,出世的养殖场是包括她在内的三家人合伙搞起来的,他们都是割庸村人。 余女士表示,他们养殖场供养着六七十头牛,平时散放在山上,晚上有时会赶回牛栏,有时就放在租来的山上,而事发当晚就是在山上散放着的,可当他们4月1日一大早赶到养殖场时,惊讶地发现, 仅有二十七头牛躺倒在地,多数已经死亡,少数奄奄一息的也在不久后死亡,我们当天早上就报了警。 余女士说,当地政府和警方非常重视,当天很快赶到现场,并对事件展开了调查,目前他们几家养牛户正等待着官方的调查结果。 余女士称,二十七头牛的死亡让他们蒙受严重经济损失,至少损失达到30多万元,至于原因,有人认为可能是自然灾害导致, 比如雷击,毒草中毒等,也有人猜测可能是人为因素或蓄意伤害,但这一切都有赖于警方的调查结果, 我们都是这里的人,也没有仇家,那两天也没有极端天气出现。 当地官方,死牛事件仍在调查中,目前尚无法定性针对此事,隔用村一位农民告诉记者,当地群众对于此事都感到非常吃惊, 这么多牛一夜之间死掉,还是从未发生过的事,至于是不是有人干坏事,大家也不敢胡乱猜测,希望公安局尽快调查出结果。 这图像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此事正在调查之中,目前尚无官方结论,当地派出所民警也表示,他们仍在就案件进行侦查,还没有结果。 这图像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当地区域的经验、法律人员表示,